Hello 大家好 我是Billy 又來到我們在香港找一次深圳花的系列 快到了聖誕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到去哪裡玩 今天我就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平時來深圳會去過五個商場 包括了幾個不同的口岸 可以看看誰適合你 記得點讚收藏 下次來深圳就可以用到 我現在就在尖沙咀 坐永東巴士過去深圳 巴士一會就到了連堂的口岸 在這裡坐的士過去不用20分鐘 就到第一個推薦的商場了 第一個要來的站 當然是這個新開的KKTIME 這裡就是羅湖的水背 地鐵的7號線 就是洪湖站的D出口 走200米左右就會到的了 如果你跟我一樣都是喜歡吃海鮮的話 就一定要來試試這間79號漁港 裡面的海鮮就全部都很新鮮 第二間就是這間信德宮 豬土雞鍋 深圳連續七年的第一名來的 一定要試試 還有一個珠寶市站 聽人說都比香港便宜 來到大劇院這個站 可以去KK Mall 又可以去京機100 基本上可以看完整個深圳的景 KK Mall這裡 如果你是從羅湖口岸過關的話 就乘地鐵來 兩個站就可以到這裡了 基本上你認識的所有知名品牌 在裡面都會找到的了 來到這裡很餓了 先吃點東西 吃個燒肉 出煙的 不用這麼浮誇 先搭一搭 小朋友應該最喜歡來夾娃娃 這樣就夾了一車都是娃娃 第三個要來的商場就是KK-1 就是這個夏沙站的出口 轉右說是 香港的朋友可以從福田口岸乘坐免費接駁巴士 來到KK-1 第一間要試 燒肉的排隊王 西塔魯太太 很多人在等著 第二間要介紹 很多人都已經認識的 潮山打邊爐 是百合理 68元 哇 牛肉就很新鮮 當然不少 泰爾酸菜魚 六個小時直播 還有一個億的魚 我們很多人都喜歡按摩一下 這裡有一間叫常樂的 哇 走完一天街 拍一下真的舒服很多 在評論區都聽到一些人說 我的頭髮在哪裡剪 等我問一下這裏的師傅 我剪什麼髮型好先 你穿得我 我摔開這個什麼頭 第四站就來到南山區 京畿百立廣場 旁邊還有一個紅樹灣 也是很出名的 如果有看一個視頻的話 應該都看到了 我之前有推介過這一間 如果上來深圳 想吃得清清一點的話 潤完四季就適合你了 最後就是來沙整的京畿百立廣場 這裡就是沙整的超級地標 沙整這個京畿百立 有18萬平方米這麼大的 這個就是我跟大家一次過推薦的五大商場 以及必到的打卡景點 無論路線 以及裡面的店舖 都跟大家介紹得很清楚 如果你都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幫我點個讚 收藏和關注吧 有什麼不明白的話 都可以在評論區或者私訊給我 記得點讚關注我